今年荣获永和區模範母親殊榮的閻春珠 兩個女兒都相當的優秀 她說她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就是不用設定特別的目標 讓孩子找到自己最喜歡的興趣最重要 今年荣获永和區模範母親殊榮的閻春珠 手裡翻著和丈夫與兩個女兒出遊的照片 回憶頓時充滿腦海 開心的與眾人分享旅遊樂趣 閻春珠對於子女的教育沒有設限 也因此兩個女兒都相當獨立 成為她作為人母最驕傲的事 小朋友都很獨立 都自己自由發揮 都很開放式 就他們自己找他們的信項去走 有兩個女兒真的很好 很貼心 對父母都很關心 大家一起坐在福和里辦公處聊天 擔任林長長達17年的閻春珠 在里長眼中相當熱心 也會跟著做里內的環保回收工作 平日大家忙著整理回收 也聚在一起聊聊天 做公寓的同時交到了許多好朋友 我覺得我們的里里長真的對我們里里面 真的對這些林長都有互動 我們都有三個月我們都有聚餐 我們好像兄弟姐妹 所以我覺得很幸福人當這個林長 在這一里裡面跟我們的里里長 好像兄弟姐妹 真的我們覺得我們很幸福啦 確實他在林長的任內 非常用心 很用心 而且對家庭的教育 子女的教育 也用盡很多的心力啦 因為他有兩個小孩子都非常優秀 但是小的這一個呢 我是認為是台灣的整個的 的教育環境或許比較不適應他 或者他比較不適應台灣的教育環境 他是個非常優秀的電玩電腦的高手 邊做邊聊天的時候 顏春珠還聊起他的女兒 一個電競比賽冠軍 一個旅遊各國實現自己的夢想 現在他也希望女兒長大了 未來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幫助別人 為禮尚做更多的服務 中家新北新聞永和採訪報導